Hello 大家好 我是飞飞 今天我要去另外一家米其林餐厅 我去的是一家美国菜 美国菜能有什么好的呢 无非就是汉堡 薯条和牛排嘛 所以今天我跟小红一起去看看它到底跪在哪里 我现在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我刚才翻了我的米其林餐厅指南 它上面说Blue Dark Tavern是一家创意美国菜 不知道美国菜能有多少创意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吃过有创意的美国菜 好 现在我已经在凯月酒店的门口了 Blue Dark Tavern就在里面 Let's go 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又选择坐在了户外 这是很难得有米其林餐厅可以开lunch这个选项的 这个菜单后面每道菜都列出了它的农场来源 这些都是附近最好的农场 它的食材也很新鲜 都是时令蔬菜 菜单我已经看完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有创意的 但我还是硬挑了六个我觉得最有创意的菜来点 其中我还点了最有美国代表性的薯条和盘 看看它跟我吃过的麦当劳的薯条盘能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的前菜已经上来了 这是我点的木香烤骨髓 骨髓我以前吃过的都是炖的 那这道菜的创意是它是烤骨髓 烤可以把骨髓的香味更逼出来 而且它上面放了一些柠檬的碎屑 可以让它不会太腻 作为一道前菜呢 它旁边放了面包片 所以说这个骨髓就是把它盛出来像黄油一样吃 这个是Crap Cake蟹肉饼 是我们这边特产的 只有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才有 而且现在是秋天是吃蟹肉最好的季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90%的都是蟹肉 特别的饱满 对了大家在点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菜单上有一个词叫Jumbo 那Jumbo就是大的意思 尤其在形容虾和蟹的时候 点Jumbo Crap或者Jumbo Shrimp 就意味着这个虾又大又鲜甜 哇这就是我今天最期待的菜 薯条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应该是薯棍吧 这个也太粗了 这个跟我的手指 两根手指一样粗 哇塞 而且旁边配的不是番茄酱 是这个蒜泥蛋黄酱 这个 真好吃 这满满一大口就是充实的感觉 这是我今天点的素菜 牛油 菠菜 蘑菇 加牛油之后确实味道很香 这是一个有肉味的素菜 我今天的主菜 我的硬菜 Duck Comfit Leg 中国的名字叫油风鸭 我先尝一尝 这个菜的味道很像是中国的酱鸭 它皮很脆 然后肉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腻 我觉得是这种做法把它的油都已经烤出来了 那这种做法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是小课堂时间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呢 法国人的储藏技术还不是特别好 等到冬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肉类烤一下 让他们油都出来 在肉的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这样呢冬天的时候 每次他们想吃的时候就切一点 度过漫长的冬天 现在Comfit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此了 所有的肉用自己的油烤出来提味 这个做法都叫Comfit 以后大家可以用这个知识 在朋友面前装一把 虽然我现在坐在外面 但是其实里边的环境非常私密 里面的家具都是木质的 墙上还有深蓝色的葱麻布 尽限美国本土风情 里面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厨房 还有木头的烤箱 汤姆汉克斯 奥巴马和奥巴马夫人等名人 都在这里酒餐过 哇 这个就是我的甜点 Peach pie 在我来之前 我看页不上说 来这一定要点Apple pie 那今天没有Apple 这是桃子 pie 我觉得他之前 肯定是先动过一次 然后在那高温烤 这样才能做到外面 烤的那么酥脆 里面还是凉凉的 跟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他还很贴心的 赠了我们三个冰淇淋球 是手工制作的 美国人都喜欢在蛋糕上 放一个冰淇淋球 让冷热两种甜点的味道 一起在嘴里融合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账单 总共是165美金 打个分吧 我们两个人吃 我觉得在米其林餐厅里面 算是非常便宜的了 但是我吃的非常的满足 我的服务员Chloe 她这个人特别的热心 她给我介绍了菜单上面的 每一道菜 她还贴心的给了我驱蚊水 让我在户外坐着 也不至于被蚊子吃掉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住我们家旁边 作为我的邻居 我肯定是要给她 五星好评的 然后菜的话呢 也是五星好评 因为每一道菜都特别的好吃 尤其是强烈推荐第一道菜 烤骨髓 这个是必点 还可以尝试的是 她的烤薯条 还有派 好 大家好 我是飞飞 我现在在米其林一星餐厅 Blue Jack Tavern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右上角来关注我